因为当我们今天我们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 影片分享出去 我们其实也可以透过LINE的方式来去做分享 可是当你点了分享这里面并没有看到LINE 那LINE要怎么做呢 首先其实我们LINE是透过它里面的复制 就是我要取得这个影片的连结网址 你会不会取得这个影片的连结网址 也就是说当如果你兼用手机的操作的话 你应该会看到一个复制连结 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看到这个内容了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复制 好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就是点选这个分享不是有这个网址吗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 接下来我现在呢 我想要请你们先学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有很多同学问我LINE如何下载 因为我现在是要透过目标是为了要让你们知道LINE如何去分享影片的网址嘛 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学一下LINE如何下载跟安装 当然这件事情你只要看我做就好了 首先LINE的下载就是直接输入LINE 下载 然后点选Enter 因为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什么LINE的电脑版下载 我现在要教的是LINE如何在电脑上面安装LINE 记得要认证哦 好那这边这边什么LINE电脑版下载 然后接下来请选择这个LINE 电脑版官方下载 因为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错误 像或者是漏洞 或者是一些真的是病毒 骇客 例如今天早上我就说到因为我的很多的我有一个中华电线的账户 他就跟我讲说麻烦请更改登入的密码 然后我看到都是简体字中华电线怎么会给我简体字 而且问我旧密码是什么 听得懂我现在跟他们讲的事情 像这封信的话 我会觉得是不是看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诈骗集团 所以我还是比较相信官方这件事情 LINE电脑版官方下载点我下载 然后这个画面我要特别介绍一下 因为很多同学虽然找到了官方下载点我下载 可是到这里面他还是搞不懂到底要下载什么 事实上我现在要点的是什么 点的是这一个PC版下载 可是这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download 你有没有发现 结果download什么 local chain bus schedules 另外一个可能是APP 这叫广告 我现在是要下载LINE 不是要下载这个当地火车公车的时刻表 所以在这个地方很多人他可能就会点了这个download 当然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是要点这里面 例如说软体名称是LINE 然后我要点的是什么 这个软体下载PC版下载 点它 然后他现在是不是就下载下来了 好 我只是要特别跟一些老朋友分享一下 因为很多人真的会点这个download OK 那接下来安装我可能就不交了 我先做电脑版的登入 电脑版怎么登入呢 好 那因为我下载号了 我就先打LINE 然后接下来快点两下桌面上LINE 然后输入自己的密码 您看一下哦 就是手机上面可能会出现一个说什么 LINE系统提醒您 您目前已经登入LINE PC 登入中的装置是什么 若非你本人操作登入上述装置 请尽数透过下方路径将装置登出 并建议您重设密码 可以了解哦 他这边他有一个机制就是说 你就透过一个什么什么路径 然后去把现在这一个登入的动作变成登出 好 然后再去换密码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别人怎么样 不能够去取走你的很多的资料 好 那我现在呢 刚刚 我现在是不是要去教各位 就是影片的分享 所以刚刚点这个分享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有这个网址 我们重点是要复制它 然后接下来到LINE里面 我们要点选是这一个 刚刚是 这个 好 然后直接在这边我就直接输入 比如说 电脑密记 就是好像告诉 告诉我的会员 有这样一个电脑密记 YouTube 影片下载 手机版 手机版 YouTube影片下载 通常我会把网址啊 放到下一行 就是我准备了一个影片 我不希望给他们看太多的一个文字 就只要标题写得清楚一点 然后一个网址 然后接下来我就直接按Enter 你有没有发现到 就是说 你等一下可以看你的手机 手机上面就会出现 这个电脑密记 帽号手机版YouTube 影片分享 那这个时候呢 一般我们大家拿到手机 看到这个讯息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会去做一件什么事情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在手机上面 大家可以看自己的手机 是不是点一下 我们就可以去做什么 影片的观看 那请问 这样子的一个观看 是算YouTube的观看 还是LINE 自己里面的影片的观看 这个的重点是在于说 那个浏览次数会不会加上去 答案是会的 答案是会的 可以了解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个LINE 这个LINE可以看到影片的内容 可是这个是LINE自己本身的播放器 就是说当我点了一下它 它有看到吗 因为我现在是桌机 它是不是就直接跑回来这个YouTube 可是如果您今天你是使用手机版 手机版 它手机内建了一个影片播放器 所以这点是不太一样的 不过不管怎么样 它的影片的播放次数 到时候它会加进去 就是刚刚是不是15 可能是经由我的一些脸书上面的朋友 是不是来观看过 这个次数就会增加 然后还有呢 我现在发布出去 这个YouTube 然后是不是可以让这个观看次数增加 所以这两种都是一种行销的方式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教这一段 就是说我们做好的影片 是不是希望有越多的人观看越好 所以你就至少可以先行销给脸书的好友 就是也许是你粉丝团的粉丝 或者是YouTube影片分享给LINE LINE里面的那个会员 群组的群友 大概可以了解哦 那麻烦就请你们 就是透过我现在的这样子一个内容 然后把影片分享给LINE 上面的群友